言论自由的界限 看《红楼梦》觉得甲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 小大义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 从主子骂起知道别的一切奴才 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急 给他塞了一嘴骂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甲府 倒是要甲府好 不过说主奴如此 甲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 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所以这焦大实在是甲府的屈原 假使他能做文章 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他们引经据点 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 虽然引的大底是英国经典 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 不过说老爷 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 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 应该洗他一洗罢了 不料 全部茶余之中情洗 来了一嘴的马粪 国报同声之讨 连新月杂志也遭殃 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 这时就引来了一大堆隐聚三民主义 辩明心计的离骚经 现在好了 土出马粪换塞田头 有的顾问 有的教授 有的秘书 有的大学院长 言论自由 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 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 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 三民主义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 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 我想该是明白的吧 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误到现在的言论自由 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 老爷 你的衣服 违宪 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乎不行的 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 现在好像已有的了 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 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分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 至于想说开去 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 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 但也比先前厉害 一说开去 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 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 也千万大意不得 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 非卖老也 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 幸想一想 而垂渐烟 4月17日 本天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22日 申报自由谈 明天少数字节制作用 不知识便是 不知识便是